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 周小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袁先生,我們一向都知道 糖尿病分為一型、二型 但最新近,我在本書裡看到 有糖尿病三型 其實是甚麼? 可否跟聽眾 可能他們都有留意到 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開始說 其實我們經常說 腦退化或者舊稱叫做Alzheimer 老人癡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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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原來最大的關鍵 竟然是血糖的控制 它認為這是最關鍵的 當然是可以預防糖尿病 但原來還可以預防老人癡癌症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最新的研究 反而就算是 所以開始這麼說 不如老人癡癌症 其實是叫做第三型糖尿病 即使是很輕微的血糖的提升 會令到你的思路和記憶力 會出現問題 輕微一點都會有 我們常常知道 糖尿病有分幾類 一類叫做Prediabetic 即是前期糖尿病 即是前期糖尿病 即是不是那麼高 但在一般的水平之下偏高 即是有些時候叫做前期糖尿病 發現這類所謂叫做前期糖尿病 Prediabetic的人士 都發現腦袋的思維 退化的危機已經高了 還有記憶力減退 以及腦袋的功能 即是前期糖尿病 即是前期糖尿病 已經看到腦袋受影響 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第二型的糖尿 即是乘二型的糖尿 即是乘二型的糖尿 會出現腦退化病 那個危機差不多是兩倍了 如果你一型糖尿病 會出現腦退化病 是四倍的 所以現在看到 原來我們身體的血糖 跟我們腦袋的功能的關係 簡直是這麼驚人 OK 即是輕微一點 其實都發現 輕微的血糖 葡萄糖的提升 都會令到腦袋的功能受損 例如記憶力的測試 我們也看到 記憶力在河馬區 Hippocampus 是腦袋的一個區域 會看到有輕微糖尿 或者血糖高的人 他的腦袋的記憶力 已經有異變 已經大了 漲大了 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一些糖尿病的人 糖尿的水平 是190mg per deciliter 即是這個水平 他腦退化的危機 是增加40% 即是相對160萬 即是190mg per deciliter的人 比較160 即是低一點的人 他的腦退化 是高40% 但問題是 他發現 如果你的所謂正常 即是115mg per deciliter 屬於一個正常 竟然是再低一點的 即是他的水平 譬如是100mg 不是110mg 是100mg的人 即是大家都屬於正常 正常的高一點 和正常的低一點的正常 高一點的 患患的腦退化的風險 都有增加18% 就算在正常的水平之內 不算是有糖尿病 但是一個高一點 一個低一點 都有這麼大的差別 所以 他們一籍科學家 還未找到 要低到什麼程度 這樣才沒有風險 所以他們現在 都是在研究中 他都解釋 為何會有這個問題 出現 其中一個情況 他發現 會不會高血糖 大家知道 會傷害 腦的血管 知道糖尿病通 有血管問題 是 會難手難腳 此類此類 還有 會有某種蛋白質 澱粉狀的蛋白 Amyloid 當然 這些情況 就會引發 我們血管的炎症 還有 游離肌的壓力 一般來說 這些問題 會增加毒素 減低身體足夠的營養 和養分 帶入我們的腦袋 導致我們的腦袋 導致我們的腦袋 慢慢地 退化 一種解釋 可能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原因 近來 有其他的研究 發現 其實我們的 魚狀 魚肚素 魚狀裡面 還有腦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都出現一種 我們叫做Amyloid 是一種 澱粉狀的變性 其實有其 大家知道 也看到 我們身體的魚狀 和腦袋 當它有退化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些 纖維性的沉澱物 這是最近的研究 好了 很明顯 我們要先控制血糖 背後什麼原因 現在還是研究中 但起碼 你的血糖高一些人 就算正常地高 他們似乎都有問題 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 控制到 或者減低血糖的情況 其實我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很明顯 就是減低糖的進食量 我們知道 其實糖是一種 文明的新的食物 以前沒有那麼多糖 其實我們身體真真正正 能夠處理的糖 差不多一年是二十茶匙 很少 基本上 就不需要 有些糖分的食物 在我們身體裡面 但你知道現在美國 美國來說 他們一年吃的糖 是一百五十八磅 不過美國人真的很誇張 是很誇張 你看到美國 大家去旅遊 看到美國的肥胖症 糖尿是很嚴重的 嗯 好了 第二 當然要減低 精煉的澱粉質 例如白飯 白米 白麵粉 還有薯仔 吃東西 就吃一些 更完整的食物 例如泉菊 泉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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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糙米 不同的地方 他們釋放的糖分 就會慢些 不會突然衝擊 我們身體的餘肚素 那個衝擊 導致我們的血糖 失控 是 第三 我們選擇的食物 就是我們嘗試 升糖值低 Low Glycemic Index 譬如 broccoli 椰菜 椰菜 cheap piece 櫻嘴豆 是 櫻嘴豆 和Lentils 便豆 這些 其實都是屬於澱粉質 但它那個 它的 Micron 刺激糖的升值 是比較慢很多 是 第三 當然 儘量維持一個正常的體重 正常體重 大家都記得 睡眠,我以前也有提及 足够的睡眠、好质素的睡眠和你的饮食 第五,不要过分吃东西 中国人经常说,食无求过饱 如果是七分饱,八分饱已经足够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喜欢吃东西 吃新东西就吃得很大量 其实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七分饱的吃东西 如果不饿,就不需要吃东西 如果觉得完全没有饿意,就可以不吃东西 血糖一直保持低的状态 第五,就是多喝清水 大部分人都习惯喜欢喝有味的饮品 喝清水的习惯就越来越少 所以更加有些人喜欢喝汽水 糖分高到离大店的饮品 所以就尽量喝足够的清水 第七,就是多些直播走路 香港的好处是始终走路的机会有很多 香港的地方不像外国 经常要驾车去到门口 很多时候走路是最方便的 所以这七样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血糖减低 不是只是控制,而是要减低 这个我们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有时候好像我们不小心吃了一些 升糖指数很高的食物 例如吃了一些白米粉 突然间血糖升高了 即时觉得好像脑子想不到 笨了一些 至于刚才医生提过 现在人们不喜欢喝清水 可能是因为香港政府的水里面 加了那些氟漏下去的时候 令到那个水质很难接受到 尤其是我们喝惯了 有过滤过的清水 真的喝不下去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ealing.com.hk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你 余姨先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